倒數30幾天 現在還有非常多的民調持續不斷的在發布 那今天有兩份最新的民調 在美麗島的部分 這個賴消沛一樣是40.5% 有突破他們的天花板 那這個跟喉兆沛的差距也拉大了 到了快要將近10個百分點 那柯文哲相較於前兩天 同樣是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他在這個15%以下 他今天有稍微 這個本來是從病危 看起來裝了葉克膜有稍微上來一點 到了16.3% 那同樣ET Today的民調 趨勢名次是一樣的 但是在柯文哲的部分 則是有到18.1% 怡君你怎麼看 現在大家在討論民調 比較慘的是 都沒有人在討論說柯文哲會不會當選 都是在討論說柯文哲的票 如果灌給了跑到了賴銷或是跑到了猴康 猴罩誰就會贏 其實是這樣子 我覺得民調是這樣看 當然要參考我們不能說在美麗島或是ET 就好像他們總是用手機或是用會員制 當然這些數字我們都還是會參考 但是同樣的我們也會看其他的數字 那我覺得現在最大的因素是在於說 第一個 以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來說 他當然還是以市化優先 全市化的方式 那全市化方式會讓我們相對的非常的弱勢 包含是說在手機組的部分 在中間選民的部分 他比較沒有辦法比較完整的呈現 但是這個也可以觀察到一點是說 為什麼我們會去看這一份民調是假設 我說1月13號投票當天 假設中間選民出去交友 或是呢 呃這個年輕人不出來投票 那有可能會是美麗島電子報這個態勢 那這是也是我們會擔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呃 現在我們的策略 當然是希望能夠將中間選民 跟年輕的支持者拉出來 你說這些人 他們會不會被棄包 我不認為年輕人會被棄包 年輕人他對於這個候選人 他會有一個 我看你或是說 第一個喜好度 我是不是喜歡你 第二個是你提出來的東西 我是不是聽得懂 第三個是說 你提出來的政見 我能不能認同 所以在這一塊上面 如果假設他能認同你 我不覺得他們會去考慮說 今天好像哪一個人比較有勝率 我才要去投給他 好像西瓜派會影響年輕人 這倒是可以觀察的一個重點 我不認為這個會在年輕人身上去發酵 所以你覺得你們的鐵桿部隊都還在 還很鐵 以內參民調來說 內參民調來說 的確在20到29歲 柯文哲的支持度還是有破五成 我說真的還是有破五成 還沒崩壞就對了 當然會有一些起伏 隨著跟在野整合 或者說在新聞事件上面的調整 還是有 但是他還是有在穩固的範圍之內 所以如何把他們的票催出來 是我們未來的重點 再來我要講的是說 最近我們也看到這個侯友宜提出相關 年輕的相關的政見 還包含說他說要這個 免投期款 可以買房子 免投期款等等 這個事情到底能不能被年輕人接受 因為他出現的時間點是在選前的三十幾天 他跟我們過去一直以來強調 所謂要做居住正義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大的凸顯的差別在於說 我們過去以來不管是蓋社會住宅 不管是在這個囤房稅的部分 我們都非常努力的在為年輕人的居住正義在做努力 他是一個長期的印象 那這個長期的印象跟現在選舉前才拋出來的政見牛肉 甚至還有業者相關的產業 認為這個是有一點疑慮的 有沒有可能因為首購族 年輕人被拿來作為人頭 這件事情其實的確相關的這個產業都有提出一些相關的疑慮 所以我要說的是說這種選前才拋出對年輕人的利多政策 其實反而會讓年輕人覺得說你只有選舉的時候才想到我們 那這件事情是我們的優勢 是說因為我們從長期以來對年輕人的重視 對年輕人的支持 這件事情我們需要把它催化 而且需要讓他站出來 才有可能去推翻現在的這個趨勢 那顯自委員你怎麼看 就是說像我剛剛在跟宜萱講的 就是說大家現在對於柯文哲的討論都不是他到底會不會當選 而是他的選票到底會留到綠還是留到藍 對 因為從這個不管是美麗島的民調 或是ET Today的民調 我是不會認為說以看這個趨勢的話 試話或是手機有什麼差異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個趨勢 那你可以看到說柯文哲從這個藍白盒破局之後 那一直往下走 那為什麼會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認為有幾個因素 其中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一下子說這個兩岸一家親 那一下子是往藍的這邊靠 那一下子又說深綠 那變成是說選民或者是說這些年輕世代 也對你沒有可預測性 到底你的價值理念跟你的信念 你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那這會讓大家產生一個非常混淆的狀況 你應該是說你政黨 我就是要堅持 比如說居住正義 比如說這個勞動的立場等等之類的 那我就是要堅守這個立場 那講回來就是說看起來 何友宜好像有一點這個增加 可是像剛剛提到的 像何友宜的這個政策 居住政策說現在才在喊說 這個免投期款啊 怎麼樣之類的 那你從 他現在不是第一天從政嘛 柯文哲也不是啊 賴清德也不是嘛 那從何友宜過去的這個居住正義的政策去檢驗 比如說他在新北市的時候 到現在連一個社會住宅都蓋不出來 所以然後這個囤房稅跳了好幾次 所以說實在 他是一個非常不重視居住正義的一個候選人 尤其從他過去的這個經歷來看 那賴清德的狀況 當然這個民進黨執政的包袱 那也必須要在他身上 比如說這個民進黨執政的七八年之後 這個房價比馬英九執政的末期 還要這個最後一年還要高耶 現在台灣年輕人是買不起房子 然後也不敢結婚 不敢生小孩的這個狀況嘛 所以你說從這個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每一位候選人基本上也都應該要非常清楚的 告訴大家說你的價值立場是什麼 那如果你當選的話 你真的會把他當真來做 那囤房稅的部分的話 現在直到立法院 我們已經喊了這麼久 實力黨團從這個第九屆到現在 那喊了這麼久之後 每次囤房稅 內政部的花次長都說 囤房稅這個是 這個是絕對沒有必要的 如果你用囤房稅的話 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到了最現在的第十屆的第八個 最後一個會期 選舉要到了 財政部才推出他的囤房稅的版本 但是這個版本完全真的是說實在非常沒有誠意 只是從3.6增加到這個4.8 而且你要到4.8的話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也就是說他基本上是想要有一個不關痛癢 然後這個做做樣子的這個囤房稅 如果這樣的話 這是非常非常沒有誠意的 那也展現不出來民進黨政府 對於這個居住正義的決心 那委員我想要 請你幫我們看一下 就是說下一張CG好了 大家現在在說這個柯文哲 這個這邊說他的這個民調 他昨天在他們這個KPTV上面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我民調絕對沒有雪崩 這個美麗島電子報 作假還嗆美麗島電子報說 作假也要做得像一點好不好 那當時這個吳春城 就幫他估算說什麼 40歲以下選民有610萬人 柯文哲如果45%的支持度 就拿了300萬票 然後柯文哲還很高興的接話說 那我等於我再250萬票 我就當選 你研究民調這麼久 你不覺得他們這樣的算法 怪怪的哪裡怪怪的 首先他40歲以下610萬選民 那光投票率其實就要去做個打折 到底有多少人出來投票 然後包含柯文哲的支持度 似不到45% 那我們就用民調來看好 先講一下 剛宜萱有講到說 不管美麗島電子報 或者是ET Today的民調 可能沒有那麼多手機 因為美麗島電子報 的確是式化 這個抽樣 那ET Today它是手機的簡訊 好這樣子 但不可諱言的是 這兩家的民調 最後在整個 每次歷次大選 最後呈現的誤差值 來說他們都是相對比較低一點的 好不會差太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這個是45歲以下的 所謂的支持度 我們這邊剛好看到 這美麗島電子報 其實他手機試化你看到一下 不管是二十到二十九歲或三十到三十九歲的部分 我們看到他有個個數 個數的部分他有一百七十五個 然後這個三十到三十九歲是一百九十九個 跟其他年紀的族群差起來兩百多個 差起來沒有到差太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們在手機 我們在試化的時候 其實我們打到家裡的時候 我們會問他說 家裡有沒有幾歲最年輕的出來接電話 或怎麼樣 會降低所謂的年輕的誤差度 包含他自己有一些全職 那你看一下各個支持度 以美麗島電子報來說 哇 賴清德現在看起來 賴消沛這個年輕的支持度看起來往上升了 好 快到四成了 那當然侯友宜跟著要看 我們要再努力在兩成左右 那柯文哲從過去看起來比較高 到現在大概在二十八%左右 所以以美麗島電子報來說 二十八%支持度跟他的四十五%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段距離 那同樣的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 以手機簡訊為主的 這個ET Today的民調 一樣啦 就是說 在這一陣子 其實年輕人的支持度 都有一些稍長 以柯文哲為例 好 柯文哲在這個 所謂11月30號的時候 是45.7% 在二十到二九歲 那到了這個12月6號 最新這一波 變40.5% 等於是降低了5.2% 同樣的他在30到39歲的 這個部分 基本上是持平 所以你可以看他整個 柯文哲在年輕人部分民調 現在因為可能 不管是藍白分裂之後 還是不管是整個政治局勢 還是怎麼樣的 那他在年輕人制度 沒有像以前那樣子 一個無往不利 那我必須講 國民黨或 我們現在的確在三組候選人裡面 年輕人支持度是 最最後一名 這是國民黨長期 我們一直面對一個問題 所以講到這年輕人支持度的部分 當然今天後遺推這所謂 購房 購房免投期款的 這樣子一個政策 你說他是選錢做 是選錢做 你說是不是選錢講這個政策 是選錢講這個政策 但哪一個人不是在選錢 提出政策跟政見 好 那不管他過去 你覺得他有在居住正義 或沒有居住正義 但我們就以他現在這一波的所謂政策 他到底對年輕人來說有沒有吸引力 或不能降低年輕人買房的一個負擔 我覺得他就是變成一個討論 包含今天 後遺不是今天才推出政策 他過去三四個月四五個月 每天都推出很多政策 但都沒有人討論 為什麼 因為可能南班和關係 可能大家沒那麼關注這個所謂政策議題 但今天推出這個 今天下午所有的新聞媒體 包括平衡媒體 包含我們自己幕僚都在討論這政策 為什麼 他有一定的吸引力 因為我年輕人我要買房子 第一個我不用出頭期款 但不是說不用出頭期款 你就可以免費的在那邊等著房子掉下來 你前五年的所謂貸款利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你可以有一個比較優惠的貸款的政策 大概1.92到2萬塊左右 如果以1500萬的房子 那你後五年的這個部分 有這個減半碼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一個利息的補貼 那換句話說後五年 其實你的每個月要繳的錢可能變高了 可能我們試算是4萬 那在網路上有人試算 大概試算到4萬到7萬左右 但不管怎麼樣 他就讓你在頭期款的部分 你可以比較減輕 你要拿出一大筆錢 付給頭期款這樣貸款的一個 房貸的一個壓力 所以我會覺得他是年輕人 可以選擇不同房貸的一個方式 那能不能減輕年限負擔 就交由年輕人去選擇他要怎麼樣 他要自己存一筆錢 然後拿出頭期款來 還是採用侯友宜這個政策 那這樣子推出來之後 我會覺得 那就讓年輕人自己去選擇 他想要的一個買房的方式 那變成說今天可以討論這樣子 一個政策的過程當中 我會覺得他當然是可以成為一個 我覺得在這一次 我們選單島選到現在 不管藍白和 不管這個什麼 什麼賴消費怎麼樣 針對政策的討論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少之又少 所以提出這樣一政策 那這是侯友宜跟趙薩康提的 國民黨提的 那民進黨有什麼方式 或者是民眾黨有什麼方式 我們大家一起討論嗎 增加降低年輕人買房的負擔 這是我們大家都想要去做的一個目標 但你選剛剛委員說 他至少提了這個政策 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這個政策 那你看到侯友宜今天這個所謂石破天津 免投期款就可以買房 但是到第五年第六年開始 一個月要繳 對啦網路上有各種試算 大概就是四萬到七萬 最多人到快七萬 你繳得出來嗎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他看起來現在是對年輕人的確 好像你有幫我們著想 說我們這個投期款可以先免繳 但是問題是年輕人也會打一個問號 那是不是我的整個會被轉嫁 相對來說會不會整體房價又會變高 或者是說呢 他就像您剛剛講的五年後之後 我是不是又要負擔更重的這個貸款 那另外來說其實我剛剛講的房市 這一塊上面有非常多比較難以去 作為一個這個勾基的部分 好比說他會有一些民間解套的能力 也就是說現在大家擔心就是 有沒有可能年輕人被拿來當作人頭 被拿來當作人頭之後呢 然後再來有沒有可能藉此來轉售 轉售完之後呢再來拋售 甚至呢再來做法牌等等 這些會出現更多 我相信侯友宜應該要拿出更多的配套 去思考他所提出來的 這些免投期款的這個利多 假設他有辦法做到後面房子 後面這些大家已經可以預見 市場上可能會出現的問題的時候 那他就必須要趕快來回應 現在已經不只是一個房產業者或是房市業者 甚至房仲提出來質疑喔 現在甚至連年輕人他都會開始懷疑 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對我們真正有幫助 還是他背後是不是又可以跟建商 彼此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 那當然我也認同為人說的就是 真的到現在我們才開始好像真正討論這個政策的問題 的確我覺得光是討論政策非常好 就是大家可以你看剛剛我們的鏡面 也非常的負責任的幫我們把賴清德 侯友宜跟柯文哲的居住正義青年購物政策都秀出來 我覺得這才是現階段 我們大家可以去正視的問題 但是就內容的部分牛肉的部分 的確誰是可以吸引年輕人的 我相信現在來說大家還是會看 到底過去到現在真正有在做居住正義的人 他很明顯的就會在現在去被凸顯 而且被認同 這一次搶年輕票 大家真的都是用盡全力 像這個阿伯 昨天就開張了他的KPTV 第一天成效如何呢 先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討論